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接下来 三月六号到四月四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下个礼拜最好的应该是五月十七号星期一 有四个加号 恭喜您 最不好的应该是五月二十三号星期天 有三个减号 接下来 四月五号到五月五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下个礼拜最好的是哪一天呢 五月二十号星期四 不单有两个加号 还加上月的日 还有天的日 哇 这一天到底有什么好事 有空打电话告诉我 比较差的是五月十九号星期三 这一天我说比较差 只是在这个礼拜比较起来比较差 因为它并没有减号 接下来 五月六号到六月五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你们下个礼拜最好的一天呢 应该是五月二十号星期四 那么这一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的减号非常多 所以请千万注意 那么星期四呢只有一个减号 所以我们把它当做你这个礼拜比较好的一天 如果有任何重大的决定 请利用这一天来做 那么其他的时间呢都比较差 尤其特别要注意的是五月十七号星期一 接下来 六月六号到七月六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下个礼拜最好的应该是五月二十一号 也就是星期五 这个礼拜一样哦 也是减号比较多 没有看到加号 那么最差的呢 应该是五月十七号星期一 开周第一天 就请您特别注意 这一天有五个减号 接下来 七月七号到八月七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下一个礼拜呢 最好的应该是五月二十一号 星期五 你们也是一样哦 减号比较多 而且没有看到加号哦 那么最好 最坏的呢 应该是五月十七号 也就是星期一这一天有四个减号 请特别注意 以上是前半年春天和夏天出生的朋友 在下一个礼拜每一天的运气预报 二月四号跟八月七号 这中间出生的观众朋友 您看清楚自己下个礼拜的运势了吗 不过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马来西亚是很南边的地方 所以我要确定一下 马来西亚是整个都在北半球 还是有没有像印尼或者像菲律宾一样 横跨吗 横跨这个赤道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马来西亚就在新加坡上面 那新加坡刚好在赤道上 是 所以就在北半 这个南半球北半球跟风水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就很好玩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做艺人到处飞到处跑呢 都只在北半球 那是不是说南半球跟北半球 每一个地方都一样 那个风水 嗯不一样 不一样 风水也好 或者是我们说年因也好 只要是过了赤道以后 就是南半球了 就不一样了 我在南半球住了六年 在纽西兰 在奥克兰 住了六年 在南北半球 你比如说北半球的 早上太阳在哪里起来 东方南方 中午呢 是不是到南方去了 所以北京紫禁城的 正南门叫五门 就是中午的五门 就是南门 但是在南半球呢 中午的太阳 在北方不在南方 所以它是反方向的 比如说北半球的月亮 是这个样子 弯月的时候 南半球呢 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是反的 反方向的 还有呢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冲澡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洗澡间里面的 肥皂泡沫 怎么样旋转下去的 在北半球 顺时针 南半球呢 反过来 反过来 对因为磁场两极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磁铁 地球自转 南北斜 再加上自转 好棒哦 上了一课自然课 我们都不知道 东方有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要问年因之前 一定要先确定 北半球出生的 还是南半球出生的 比如说 现在在北半球 是不是已经进入夏天了 南半球呢 正好在冬天 对 澳洲 澳洲现在正好冬天 所以我们这个看八字也好 紫围斗树也好 那么我们经常问别人说 你春夏秋冬哪一季节出生的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所以呢在北半球是夏天出生的 我们说夏天出生的这个比较灶热 火比较大 那么用水 但同一时间在南半球出生的 它是冬天 你不能再用水了 对 你反过来要用火呀 那八月份 可是马来西亚一年到头都是夏天 这个没有关系 虽然它一年到头都是夏天 但是呢 它还是有四季的这个差别 对 比如说有雨季 有比较凉快的时候 也有非常闷热的时候 对 这个季节的产生是由于太阳对地球的直射和斜射所造成的 那么马来西亚春秋天的时候呢 是他们比较舒服的 因为太阳这个时候直射南北回归线 所以对马来西亚来讲就是比较偏一点点 就比较凉快了 所以他们的凉快不是冬天 冬天他们还是太阳直射 那这个跟他要普卦什么 会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只有八字有影响 普卦没有影响 所以要在北半球就一样了 天气的热啊冷啊不影响 没有关系 关键是这个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 搞清楚就可以 好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在八月八号以后的这半年 那个观众朋友的流日 是怎么样 我们先和老师来解说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预报的呢 是下半年也就是秋天和冬天出生的朋友 你们在下个礼拜每一天的运气预报 首先要介绍的是八月八号到九月七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在这个礼拜里面呢 我们看到加号不少 减号也有可以讲 叫做好坏参拜 最好的呢 应该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二 因为他有四个加号 那么最差的呢 应该要算是五月十七号星期一 关键在于他有截杀日 接下来九月八号到十月八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你们下个礼拜 哪一天最好呢 五月二十三号礼拜天 可以带全家人出去交游 那么最差的呢 应该是五月二十一号星期五 他有三个简号 请特别注意 接下来十月九号到十一月七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你们下个礼拜 最好的一天呢 五月二十号星期四 最差的呢 五月二十二号星期六 还好这个比较差的日子是在星期六 所以这一天呢 这个即使要出去玩 也要特别注意 千万不要忘了东忘了西 忘了什么东西 接下来十一月八号到十二月六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 最好的一天应该是星期六 五月二十二号 因为他不但有两个加号 还有月得日 最差的呢 应该是星期四五月二十号 因为他有截杀日 接下来十二月七号到一月五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下个礼拜最好的应该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二 有五个加号 恭喜您 哇 满班都是加号 没有一个减号哦 所以呢 为什么星期一那一天呢 虽然有五个加号 再加上天得日 我们没有把它当作您最好的日子呢 因为他下面有截杀日 这一天好坏都有 而且非常的强烈 这个礼拜是你们非常好的一个礼拜 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是怎么个好法 有空打电话告诉我 最后我们要来为大家预报的是 一月六号到二月三号之间出生的朋友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里面 最好的呢 礼拜二五月十八号 哇 四个加号 再加上天得日就再加上月得日 你们应该说是所有的人运气最好的一个礼拜 那么这一天是礼拜二五月十八号 最差的呢 是五月二十号 星期四 他虽然我说他差 只是比较差 因为他只有一个减号而已嘛 对不对 这里就是呢 我们为大家预报的 那么在冬天和秋天出生的朋友 在下一个礼拜每一天的运气预报 8月8号到2月3号 这半年之内呢 这几天生的观众朋友 您下个礼拜的运气如何 您看清楚了吗 如果说你有任何疑问 你要跟我们侯老师来请教 欢迎您来提一管 道歉我非常崇拜 但我居然不知道侯老师懂那么多观众朋友 您有没有吐槽的呢 欢迎来西 对 以下里那么一天白 这不都有新的东西 这个礼拜又谈到这个 南半球 北半球 哎 观众朋友 你看这是过去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嗯 我们现在稍作休息 待会别忘了回来 鬼话联屏 我们将会更精彩的节目 等着你们 我们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谢谢唐竹 谢谢 谢谢 很高兴看到观众朋友 谢谢 加油加油 我们要不要到后面叙咎 再唱一唱已成的金歌 对对对 在民国76年新竹地区出了一个杀人魔王 讲到这个杀人魔王我想大家文师色变 有很多凶杀案件啊都是他做的 从双尸命案啊一直到华南抢案啊 结果总共在他的手里死的人命有14条 记得说有的人生日都希望说生好生 结果他这个家庭里面生三个都好生 结果在这14条人命当中啊 都是同一个人 甚至有兄弟两位也参与到命案里面 再到最后的结果是山庄地全部都被枪毙了 这个就是吴兴华强盗集团的杀人魔王 吴兴华 据说呢他在这个案发之后呢 逃亡期间他跑到高雄的佛光山呢 在山后面挖了一个山洞 自己挖了一个山洞躲在里面 躲了快一年多 而据说他在被捕之后呢也透露了 他在逃亡期间山洞里所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灵异故事 我们现在请到资深的社会记者楼兰 他将带领我们外境小组呢 到实际现场去采访 也让您看看 这些灵异故事背后有多少 天网灰灰 殊而不漏 民国75年 是警察打击犯罪最具成果的一年 但在这段期间 新竹县市地区 却面临着一股治安的黑暗时期 因为当地连续发生了多起 骇人听闻的截火杀人案 被害人身上几乎是刀痕累累 血迹斑斑 到底是何德扼杀 干出如此伤天害地的事来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楼兰 在民国70年到75年之间 有一个杀人集团 为获新竹地区 而这个集团的首脑就叫做吴新华 当时的警方在追捕他们的时候 他们经常在山区里面藏命着 而他们为了要练杀人的胆量 就是杀狗 当时他们还把狗的狗边 全部都割下来 挂在他们藏命山区的房屋的屋檐上面 所以当警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看到屋檐上都挂的狗边 实在感觉触目惊心 各位鬼话之友 吴新华犯案五年 夺去了十四条人命 在他逃亡的过程中 更有许多恐怖的刑案礼仪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 楼兰即将为您揭开 这桩轰动全台杀人魔王背后的礼仪